主要是我和爸爸之間的關係 因為家庭三姊妹幫媽媽 媽媽和爸爸關係不好 當然是幫著媽媽 爸爸和媽媽兩個都有爭吵 對,你很難實選 不過哪個家庭沒話叫 對,我想是因為我和爸爸的關係好之後 什麼叫做好之後? 你的意思就是之前和爸爸的關係不太好? 是的 是何時開始?又是怎麼回事? 其實很早,小時候開始,那時也不會好 因為… 年輕的時候? 對,年輕的時候 為什麼? 剛才說了,我爸爸是一個演員 你去到香港之後要做一個這樣的工作 他那個壓力很大 他在家裡經常發脾氣 還有他用一個方法 不會跟我們談,會罵,會說髒話 你會很討厭他 那個時代的父母 如果他還沒認識主的話 就是這樣吧 現在又要發脾氣 以前你不是想離開這個家庭 用這個方法 但是你大過了之後 你發覺原來不是這樣的 但是小時候你只是想走 我想是因為我和爸爸的復皇 開始影響了媽媽 怎麼開始復皇? 哇,這個故事 都要聽的 很長的 和語書 很長 但是他聽到了 或者… 就是你開始把信仰介紹給你 都沒用的 這些他都是聽一下 或者誤理 反而是… 就是當我三姊妹和媽媽 其實已經習慣了我爸爸 他很不常在家的時候 然後跟他的關係很疏離 我記得是… 就是他常常在家 是的 我有一次 就是我邀請我爸爸去聊天 我在聊天 你一個人是幾個姊妹在一起 我一個人 吃完飯之後 我就跟爸爸說 爸爸不如我們去聊天 我記得那年是那些團年飯 他回到家裡沒有人跟他說話 因為在那個時候 我們幾姊妹都開始杯葛爸爸 所以在吃完飯之後 我就約了爸爸去聊天 兩個人走走走走 走到一個碼頭那裡聊天 其實… 就是對爸爸有很多很多感受 不知道怎麼說 我衝口而出就是說 爸爸,我愛你 就說了第一句 很久沒說話 一說就說我愛你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說這句 站在肚子之後就說了這句 我其實那一晚 我說了我愛你之後 我爸爸就哭哭哭哭哭 我又在那裡哭哭哭哭 兩父女哭了很久很久很久 就開始聊天 在碼頭 在碼頭上 就聊他的感覺 他的傷心 又聊我們對他的感覺 在那個關係復和了之後 然後他才開始接受我信耶穌 他接受你 而不是他自己接受 沒有 他以前連我信耶穌也有反感 直到後來他因為癌症的緣故 在病床上 那時候才接受 但是我之前的關係 就是因為我走出的第一步 那我和爸爸建立那種愛的關係 而在那段時間 我媽媽改變了 我妹妹改變了 而在那時候 我妹妹信主 我媽媽信主 就是這樣慢慢 家庭就開始每逐個逐個信耶穌 於是家庭的關係就不同了 是啊 那爸爸終於信了主 信了啦 雖然在臨死之前 但是我相信他是添加的 所以一家人都很開心 神的應許 他答應的 一個人信主 一家都可以得到 沒錯 只不過有很多時候 我們自己 對於自己的信心不足夠 不存 沒有給機會 這個故事 當你肯踏出你步的時候 神托著 在你家庭當中 看到神的說話 是實實 是真的 神是信實的 所以在神的時間 我們要做的就是 我們要踏出一步 那爸爸信了 媽媽信了 妹妹 妹妹信了 還有一個 你們兩個妹妹的嘛 兩個妹妹都信了 我們一起信的 不 他們分不同時間 因為已經很久了 都不記得誰怎樣信主 我想在後來 我第二個妹妹 最後才commit一些 之前都是我小的妹妹信多些 但是對我來說 不要緊 無論是先後也好 我們在地上也是姊妹 天上也是姊妹 那樣很安全 感覺是很安全 好了 你的原生家庭說完了 當然要說你自己的家庭 你現在結婚 又有小朋友 那你怎樣找到你的白馬王子呢 其實阿星 你也認識 是啊 姨媽也認識 黎劍星 是啊 他也是一個藝人 他跟我同一個電視台 當時認識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個人很單純 很純品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是看來這個人 好像也不知道是否喜歡女生 不知道是否喜歡男生還是女生 因為他很嬌潮 太過斯文 他的手經常都這樣擺 又說話有點難花手 那我就在想 誰不覺得啊 哎呀你不知道 他跟我吃飯的時候 拎來拎去 然後我就想 這個人其實很好 不如我帶他回藝人之家 而且我覺得他對我有些好感 但是因為以前曾經有個男朋友 我還記得喬宏 那個時候說這個人真的不行 結果沒多久就已經分手了 所以這次如果再認識一個男生的話 我要先帶給喬宏 所以我就帶他回藝人之家 就給喬宏見一下 我記得爸爸就跟他說 這個人有potential potential是什麼呢 這個人有potential做基督徒 我就記得這樣 我當時就想 不想太多的 我就介紹一個人 去認識耶穌 就是希望可以幫到他 就是這樣想 沒多久他真的信了主 他信了主也挺好的 那慢慢我們就拍拖 其實他信了主之後 我們才正式拍拖 我們一起去報道 去哪裡 南美洲 南美洲 他一起去 南美洲沒有去 南美洲沒有去 但是我們去飛行報道有去 南美洲就經常談他 是 台上談主 台下談他 是 因為其實喬太和喬宏 我拍拖的時候有很多問題都問你們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以前都受過傷 自己選過了 結果就是朝頭冷額的 但是我很羨慕爸爸和喬太太 你們的婚姻很好 還有你們兩個之間那種 大家對神那種很一致 我是很羨慕的 我希望我的婚姻都能得到神的祝福 所以每走一步的時候 我就記得什麼都問你們 要得到你們的英文之後 我才去走下一步 所以我記得我們一起去飛行報道 也有些報道會也一起去 香港的報道會也一起去 就是這樣 一起服侍就認識他 是的 在那個一起服侍裡面 我覺得認識一個人更加深 你在服侍當中 你不只是看到你和我 你是看他怎樣對人 怎樣對神 是透過這些 很多很多次之後 很多年我認識他 都認識了很久 然後第六年第七年才結婚 你拍拖拍了那麼長 是的 我不覺得 是的 我看這個人看得很仔細 因為我們一起出去服侍 是的 就一起出去一起入 就不覺得好像時間那麼長 是的 還有其實我和他拍拖之後 阿祺宏很偏心的 明明是疼我多一點的 不知道他拍拖之後 疼他多一點 經常叫我不要欺負他 經常捉我到一邊 說阿彥你不要欺負聲 我也不明白為什麼 因為你太口齒伶俐 而他是一個非常乖巧的大兄 而且他少說話 被我說了 這樣又乖乖的 是的 就是這樣說的乾淨 你記不記得 你們結婚之後 在我們家裡渡蜜月 沒錯 好笑吧 結婚之後蜜月去了你家 還記得都很開心 你還記得這個 哇塞比的故事嗎 怎麼可能不記得呢 你們住在地牢 不是 住在樓上 樓上的 我們已經進了房間 我突然聽到你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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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人笑得很開心 我說 做什麼呢 蜜月 就是想著 年輕人結婚 蜜月當然 很厲害 誰知道你們 推開門出來嘎嘎大笑 我說什麼事什麼事 結果你說什麼 因為之前我們說 神的愛是阿嘉皮 然後阿昇在房間裡 很嚴重地跟我說 嚴肅不是嚴肅 嚴肅地說 老婆 我是芥末 你 這是阿嘉皮 我做芥末 她緊張那一頭 然後我就笑到死 說到現在 你就卡卡笑地走出來 我是芥末 是的 是的 這些真是很美的 我們生命當中 你想想 從你開始分享到現在 短短時間而已 有一個很苦劫的家庭當中 你接受了耶穌 生命改變了 將這個福音傳給全家人 全家都信了 而且關係和好了 和爸爸當中有很多福劫的東西 然後因為和主的關係 建立了之後 和爸爸重新建立 然後家中全部順利 然後給你一個這麼好的老公 是很可愛的老公 是的 那只到這裡為止嗎 還有 還有 但是今天時間到了 是 那下次我們繼續說你的 你自己的家庭 好 我去將你們在一起 快點到家庭 還要解雲 你快點到家庭